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做比较 年增率竟然是往下滑落的 而且前面八个月 年增30% 创统级新高 可是我在乎是这个 建成请上来 会不会我们的出口 随着全球疫情的升温 让我们出口逐渐的成长力道放缓 再加上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自己本身就像刚建成淡式的 中国道路通膨压力大 我们台湾口长不是呢 今天也公布了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减称通膨率 年增2.36% 今年来第三度突破了警戒线2% 警戒线美国领主会定的就是2% 所以我们的经济成长 有没有随着全球疫情升温之下 有那么一点放缓迹象 而且通膨比想象当中来得严重 好的 我想第一个 可以看到国际疫情有在升温 其实对我们的出口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确实这个会有影响到 第二个来看的话 国内本身的通膨数据升温 那当然政府可能未来也会有些动作 大家也会担心 整个经济活动呢 可能会稍微减缓 另外第三个我认为 还有一个因素 去年我们的年车率比较高是这里吧 对不对 四五六月嘛 对对对 去年欧美最严重的时候 是三月份的疫情嘛 那四五六月整个出口是很差的 基期的问题 把这个成长率奠高上去 去年这时候的基期低了 对对对 所以年增这边比较高 但去年慢慢的 在去年六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欧美疫情有一点点抗荡下来了 所以他基期一高 我们年增率就掉了 那所以我看绝对数字呢 总金额的创新高就比较准了 是可以这样看的 但是如果说成长的幅度 假设年增率掉到十几% 那可能就是一个警讯了 对啊 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 所以你看今天外资现货买超 越买越少 然后台币今天由升转扁 扁的时候还有点败量的 这就是第一段 就点整建成的担心 但我们开始看一下 还是要追啦 外资今天逆向买的 这个有买 头信也站在买方的谁 只有两党 旺宏 还有一党下一页里面的国泰金 旺宏 还国泰金 两党是同买的 外资投信同买的 外资投信同买超 国泰金跟旺宏 讲到了旺宏赶紧先插播 业绩出来了 8月份营收50.12亿 创历史次高 记录为华邦店 8月份营收88.16亿 也是历史次高 检查一下这个旺宏 国泰金同买两党标的 好的 我想晃宏的股价之前总座跟外资对干之后 你看股价慢慢的上去了 所以人家说 董事长要为股价暴趋 外资不对 你就骂他 后来你看到外资也回来买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没有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只是说 季线这个位置点 要过去有点困难 因为这边套来 真的太多了 季线大概43块左右 不过呢 如果外资也真的买回来了 证明了董事长的看法是对的 外资承认自己卖错了 国泰金 国泰金的部分呢 其实最近的股价 股价有点涨不大动法人在买牌 有没有看到有点递减 所以还是买 投信也买的没有很多了 有时候还卖一点 股价这边盘 那大家记得这个缺口 不能再去补他一次 补他一次 应该就会转弱了 五十八块钱 对 不要回补 回补的话 可能短期修正压力 就会比较大 好来看一下卖 那么同卖的呢 同卖来看的话 也是只有两档股票 一档是尤达 一档是鸿海 也还占隔壁 这两档是同卖的 我们来看一下同卖的 2409友达 友达的部分呢 股价跌那么深了 这两天有点回温 有跳空上去 有朝那些利基型的产品 在琢磨 而且拉升了比重 再加上资本支出 是对未来的展望 所以再跌空间也有限 而且中国大陆的京东方 市政率都第一了 市政率第一的京东方 就不会再砍价了 好 那我问你 这个反弹会再延续吗 有机会 但是力道上 应该空间不是那么大 这条一定是很难过去的 可是如果能够来到那一条 19块也不错 空间是很难 但是就是说到这边 可能就上不去了 大概就17块6到19块 一块多这样 好 19块 注意一下压力过得去吗 2317 红海的部分 短期应该回来在 可能会打头肩底的味道 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台不要去破 如果破的话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位置点10708左右 希望能够守住 守住就有机会往上攻了 好 感谢建成 非常谢谢您了 帮我们掌握到了出口数字 谢谢建成了 他也发现到了年增的幅度 是在递减 就怕全球疫情升温之下 我们的对外外销 跟出口成长力道 逐渐地缓回下来 如果放下来 荡下来 GDP会受到冲击 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通膨率 看到了连续2%超过 2%是警戒线的 已经连续三次了 所以我们通货膨胀压力 会不会比夭港预估的 来得稍微再严重一些些 请您思考 土洋同买的两党 分别是旺洪国泰金 同卖的是洪海跟友达 以上结论建成正确 完全正确 感谢您 接下来要把临终请上来 讯号 信稿昨天有问了明哲 说这个外资不对 怎么也把一些的股票 借出来股票越借越多 您看果然今天借的更多了 把股票借出来 劝就是股票 把股票借出来 如果我今天真的卖它了 这条线就是卖出来 真的卖了 有肉可赚 不就认为 就意味着外资是看坏的吗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坏的讯号 第二个 PocoRetio值也往下掉 因此两个坏 我就想要问了 今天的期货夜盘 是不是先人止路呢 开高之后压回 现在达到几乎相对低点17388 带我看一下 帮我检查那个夜盘的K了 可或说回来往下掉 你会纳闷了 明明外资就是做多 现货期货等等都是做多 加总起来的金额 这是林中叶我们算的 也都是偏多的 为什么外资买不动 请问谁在卖股票 对那我们就从这一张开始讲 我们之前谈过外资 如果他的期货 现货跟选择权 加总是红色 而且是连三天 这盘可能会往上走 这已经六五六天 那最近这一次看到连续三个 是在八月三十一号那一天 外资出现连三红 就开始大幅的做多 就期限选同做多 那其实这波上来 是从这边开始反弹 这个应该是八月二十号这一天 所以他这一波的反应 有一点慢 跟前一波大盘重挫 在五月十七号那时候 差的相当多 那时候五月十七号 外资马上就翻成连三红了 这一次他动作稍微慢一些 那这边的做多上来 大概就是偏向那一支 投信跟自行商已经先做多了 所以这边感觉 有一点倒给他的味道 所以目前大概就在走这样的节奏 等一下等一下 我听懂了 所以从一六二四八 长到了靠近一七七五零左右 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演出了两个巨马 这一段的涨成过程当中 从万六涨到了万一七五零零 是内资投信或者是大户拱上来 只是拱了 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群人把它卖了 而这一大段换手 他们把股票卖出来 卖给了外资把它买进来 对没有错 包括融资从八月三十一号 也是开始在减少 对那我问你 如果从这边当分水嶺 就是八月底外资开始买 连续三四天这样连续买 可是外资买不动 而这个内资却卖它卖的下来 因为像这黑黑棒就卖的下来 那现在依旧是内资的天下 是这样说吗 他感觉对大盘的上下 是比较有点着墨 影响力比较大 那两个要同方向的话 这个行情就会出来了 对所以现在就要观察 美股跟美元这两个的变化 那如果说他一直在卖 他一直在买 那么行情就上不去了 行情就是维持在一个箱形整理 OK OK 箱形整理到底是哪个箱形 你帮我们画一下 对你可以简单往前画 例如说五到十天 那你这边看起来 这边低点有个下影线这边 那上方就是昨天的上影线 可能在这边区间就要整理一下 因为现在KD 17250到17750左右 对现在KD在高档 你要让它在50附近 如果能够转弯向上 50你画一条线 最近的盘感觉没有什么力量 它可能向来这边 能够往上走的话 那大盘可能会重启一个多头的走势 所以喽 像现在 贵满因为KD已经死亡交叉了 集中也死亡交叉 这KD的死亡交叉 还没有修正到50 那么大盘就会涨不动 压力比较大一点 压力比较大 对 也许某种程度 我觉得大盘的压力 会不会从中国大陆扩散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我们看一下月K 我们把亚洲股市市场超级比一比 这个是台股大盘 我开始画了 大盘 这边 史高台湾台股 月K 不要轻 韩国股市 给您看仔细了 韩国股市在这个地方 韩国也是历史新高 偏偏韩国股市在这 台股在这都是史高 唯独大陆股市 它竟然是雅股最弱 垂球股市最差的几乎了 你看大陆股市走法是这样 陆股在这个地方 因此我今天的大盘就从这个角度问起了 当最弱的大陆股市开始涨了 那么先涨这些的标的到底是继续跟涨 还是说先涨先休息呢 来请看统计资料 最近这个八月份以来 上证深圳涨比较多 可是你看台股涨不动了 涨幅收敛 韩国股市更翻黑 因此临终给答案 到底是最弱的陆股涨了 雅股是跟涨还是这个呢 对应该是这个 因为你刚才话如果再涨的话 会跑到电视外面 所以它应该是要往下走 不过是因为基期的关系 陆股基期真的是相当的 所以它反弹是有道理 它之前跌得太深 所以你认同现在的台股跟海股 因为先涨创始高 休息等陆股跟上来 对 好来判断您的第一张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字卡 第一个为什么最近陆股跟港股会反弹 那美元很重要 美元从八月十九号最高点 九十三点七五开始转折往下 那其实全球金融市场 都有一个连带的一个惯性 美元如果比较像这边 九十三点 对美元如果转扁的话 那钱就会前进雅谷 所以雅谷就开始找标的 那找便宜的 假设我们的房价好了 平常都是一瓶六十万 现在突然看到三十万二十五万 会不会有人进去买 会啊 一定会啊 就是精华地段 对不对 像赚钱的企业一样 本益比太低的话 大家就去那边去找标的 等一下回到美元 所以你一下之意是 美元这么一扁下来 国际的热钱又从欧美国家 撤出来转向亚洲 但来到了亚洲 他不是追买创历史新高的台韩股 他反而是追买很低位阶的陆股 对 他会去买比较便宜的标的 你就把这边画一条线开始 你会看到这边开始 大概就是亚股开始反弹的节奏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概八月中下旬 我们看陆股就好了 大陆股是上阵 哎呀你好厉害哦 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美元走扁 陆股开始转强 我们是讲不动 陆股转强了 对因为他之前真的是太差了 OKOK 对那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字卡 所以美元很重要 美元如果最近又开始转强的话 亚股又会开始做修正 那美元一个关键 在上个礼拜五 不是非农公布吗 其实美元有一点利空出境 因为非农数据其实相当烂 对不对 照理说你美元应该跟着重挫 但那天只收了一个下雨线之后 马上就收回去了 就代表他是利空不太跌了 利空顿化 利空顿化 所以他后续美元如果太强的话 亚股大概会有一些上涨上的压力 对那再来我们看为什么陆股会上涨 因为中国的大型科技股 本益比都创低了 那之前还有到16 18等等 像BAT 那BAT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 B就是百度 阿里巴巴跟腾讯 这三档大型的这个公司 他们都降到20倍以下 那美国的纳斯达克科技股都在三十到三十三倍之间 所以这就便宜的东西 那为什么他们最近之前会下跌 因为大概是中国强力的监管 很多事情 那外资就会说 如果强力监管之下 他的获利还是能够维持 跟过去几年类似的话 那当然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 对 本益比就是股价除以该公司的 美股获利能力1PS 大家赚的钱都一样 结果美国股市这科技股本益比三十倍 入股这些科技股也才二十倍 那就股价便宜了 便宜 对所以入股上涨就这两大原因 第一个美元回流亚洲 然后这个东西太便宜 那这一波的反弹 他们至少要站回季线 才视作是一个真的多头的格局 否则就把它先当作技术性的反弹 入股的A50指数 对我们看他的最低点就不是在8月20号 他是在8月31才开始反弹 代表亚洲这个美元进来之后 还没有去买它 可能买但是买不动 所以大概delay了大概10个交易日左右 所以后市看起来香港应该要比 这个中国再更好一点 那我问你回到了上阵 那入股的反弹力道 到底会不会再延续 因为我们秀一下 这游标跑一下 我看一下季线在哪 因为现在入股市所有均线都踩在脚底下了 季线是这一条 那它站上了 所以现在的入股还会再涨吗 我觉得很有机会 因为刚才建成哥有讲经久银食 那其实是在讲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是过去最好投资的月份 其实就是9月份 你过去6年 你只要在9月份买入股 放到12月底 大概都是获利的 9月份买入股 放到12月份是获利 通常都是获利的 所以经久银食不是完全没行情了吗 它是过去的惯例 所以这个是真的有机可循 这还是它的成交量 其实慢慢的缓步的电高 这对大盘的上工也是有帮助 所以入股再暖身 加温转强了 好 那我们知道之后 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对 那所以可以看一下 各国股市 它的这个汇率的强弱 跟股市的这个反弹 联动关系 原则上一样 汇率强的股市就会先弹 就像我们在8月中 有做过这个专题 那时候不是说跌升 谁会先弹 我们就比较过 因为台币比较强 所以后来台币是先往上 所以这个联动关系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 讲到台币 赶快看一下大盘 因为台币今天是收贬的 台股呢 您的看法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是 外资在今年1月份到现在 针对各个新兴国家 所买操的这个金额 亚洲股市 对 那我们看南韩 它从8月31号以来 它是买了19亿左右 那我们这边框起来这边 所以台湾是受益比较多 从823 我们刚才不是说819之后 美元转弱以后 那钱就流来亚洲 就开始买进台湾 那买差主要集中在台积电 跟联电这两档股票 所以这波反台 是这两档带起来的 那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这个重点 这个台币要维持强势股市 才会偏多看待 所以如果今天看到 贬的相当多的话 就要特别留意 这可能是一个警讯 那金元双雄 因为这波买上来的 时日线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代表 这波的拉抬就完全的失效 美元在93.75以下 外资会买超雅股的惯性 应该暂时不会改变 这个也可以去 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美元没有再升回这个关卡 我们这个红棒子的 外资的买买买就等得到 对 它还是持续会 小买小卖 OK OK 感谢临终 谢谢您了 台湾借完了 很精彩 今天我们特别请临终 从亚洲股市 最弱的陆港股 转强超级比一比 没想到还真的被我们给撂中了 因为台股 韩国股市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现在陆股因为位阶最低 因此它位阶低 现在热钱美元走别人 热钱流进来亚洲 先买便宜的陆股 致时高的台韩股 先涨了创新高 现在就稍作休息了 在台股很紧张吗 会跌很重吗 也不要过度担心 刚临终有说第二章 只要外资的买盘能够延续 而外资的买盘延续 观察点很简单 美元不要再升过这个关卡 不要 台币只要不要呈现了重扁 扁超过了每天都一脚两脚这样重扁 不要这样子的话 那么外资的买超就能够延续下去了 在大盘的日K 以临终的研判 现在因为内资卖很大 外资继续买 偶尔不是买很大 因此大盘将会在一个箱形 17250到17700之间 先或者横着走 以求稳字 因为现在的KD在80以上 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了 提醒您多留意一下 以上结论临终正确吗 正确 感谢临终 接下来第二大题 回到现场之后要帮散户追 也就是怎么办 如果大盘还会横着走 偶尔修正压力比较大 我的股票如果爆的又多 持股管多又跌跌不休 那么是不是该做避险呢 当然 只是避险的商品那么样的多 临终帮您挑三个 是最佳的避险工具 帮您超级比一比 如果避险如何应对呢 我会做避险工具 我会做避险工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